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要培养一个中高阶的餐旅相关人才 所以我想今天这门课刚好应用在我过去 在学术上还有实物上的一些经验 来跟各位可能是未来的餐饮业的创业家 entrepreneur来介绍一下这门课餐饮经营利润管理 所以如果各位的创业家 你现在从事的是有关于跟我们一样的定义 餐饮产业就是调理餐食跟饮料的部分 非常欢迎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做经营的利润管理 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章节的主题 谈到的是连锁餐厅的定义 所以针对连锁餐厅呢就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 他可能是有这个logo 他的形象是相同 然后他据点可能不一样 但是呢由这个国内的总公司来集中控制 然后具有相同理念 而且管理这个有所谓的CIS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企业形象识别是一样的 这个经营形态 我们来定义为所谓的连锁餐厅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主要目标 是希望针对独立餐厅或者是连锁餐厅 他在经营上怎么样针对他的营收跟利润管理 做进一步的介绍